今天的扶贫驻农一路通行 我们要来到云南 在云南鹿江州 贡山县原县长高德荣 靠着对鹿的执着 让独龙族在2018年 实现了整族脱贫 通往马库村唯一的一条公路 昨夜突然塌方 一大早高德荣便匆匆赶往现场 高德荣66岁 贡山县原县长 2014年退休后 老人仍然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作为独龙族的儿子 鹿让高德荣挂念了一辈子 上世纪90年代 进入独龙江乡唯一的鹿 仍然只有这条人扛马驼的扬长小道 东春两季 高耸的高黎贡山 大雪封山 独龙江乡每年有半年时间 完全与世隔绝 在封山前都要靠政府组织马帮 将粮食和生活物资运送进来 原来马帮一年制造 白石一山的马 都设计是在这个路上 这个路是整个独龙族同胞的 解决问题 发展问题 贫困问题的 所有问题的一个大洞 也是一条生命线 1996年 国家开始投资修建独龙江公路 为了早日把路打通 高德荣日夜奔忙 曾经两次被雪崩掩埋 他就坐了一个几副车 一上去 雪崩下来 买到这里 他就直接说 不用慌 不用慌 先把我挖出来 把煤打开了以后 就用锄头就给它爬出来 2014年4月10号 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通 独龙族不再孤独 过去七天路 还要封三半年 这个隧道通了以后 路通了 致富的路也多了 大山里的草果 杨赌俊便能卖个好价钱 2018年 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 2019年 高德荣被授予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独龙族是中华 五十六个民族的一业 独龙族再不能伏兵 我们要走上 共同会的路 打好脱贫攻坚战 关键在人 全国广大扶贫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2018年4月14号 曾经担任过广西荣安县委常委副县长的蓝标和 在着手准备会议材料的时候 身体突发不适 倒在了钟爱的扶贫路上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4岁 广西荣安同市村 黄德莲正在帮邻居盖第三层楼房 第一层楼房刚刚盖好的那一天 挂职副县长蓝标和来到村里 他把黄德莲等五户贫困户约在一起吃饭 但是谁都想不到 这会是他们建的最后一面 第二天赶回南宁的蓝标和 因为连续加班 身体突发不适 不幸适适 年仅44岁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是国家级贫困县 蓝标和就出生在这里 从广西社科院转岗到 广西扶贫办工作后 他一手推动建立起了 广西扶贫工作成效考核体系 四年多的时间 蓝标和几乎走遍了 广西105个有扶贫任务的县 2018年初 广西扶贫办计划选派干部 到荣安县挂职副县长 在征求蓝标和意见时 他当场就答应下来 蓝标和虽然牺牲了 但是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 荣安县建立了扶贫日和干部夜访制度 截至2019年6月底 全国有770多名干部 在脱贫攻坚战中 献出了生命 全国17个省区市贫困县 全部脱贫摘帽 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来说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而这不容易的背后 离不开各地的脱贫干部和群众 也离不开其他城市的 一对一的帮扶 确实如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个脱贫帮扶的故事 广东珠海市对口帮扶云南怒江州 三年前 扶贫医生管颜平来到这儿了 记者跟随管医生来到了 建档利卡重度精神病患者 薛罗军的家 他要想办法劝说 薛罗军老母亲同意儿子住院治疗 薛罗军是重度精神病患者 生活不能自理 又因为不小心摔了腰椎和手腕 伤痛让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按照国家健康扶贫政策 像薛罗军这样 建档利卡的重度精神病患者 可以享受免费住院治疗 可要说服他老母亲同意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老母亲 不放心让薛罗军一个人 去住院治疗 就同意一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不同意 我过两年联系好就来接你 最终母亲终于同意 让薛罗军住一个月的院 管颜平稍稍松了一口气 已经有200多名珠海医护人员 来到诺江 帮助18个困难村镇 完成卫生室建设 57个困难村镇 卫生室完成设备配套 所以那个奶奶呢 就又不太同意了 然后说的小事 也有点反复 又不太同意了 薛罗军的老母亲 又一次反悔了 管颜平有些措手不及 他担心薛罗军的病情 更牵挂一家人的未来 因为薛罗军不能去住院 管颜平就一次又一次 送医上门 他那个脑骨小头半脱胃 我给他做了一个软包扎固定 相对来说 他的骨折就已经稳定了 腰椎的损伤也稳定了 所以没那么疼痛 经过治疗 薛罗军的腰不疼了 手腕也好了很多 虽然他的健康问题 还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但管颜平的心理踏实了许多 因为在他们的努力和帮助下 一切都有了变化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 扶贫助农一路同行系列报道 在西藏东部丁青县的 13个乡镇中 有5个是纯木野乡 对牧区百姓来说 暴虫病是长在身上的毒瘤 从2016年开始 国家组织开展三级医院 与贫困县的县级医院 对口帮扶 让贫困地区也能够分享到 优质的医疗资源 朱振宇是解放军总医院 第五医学中心肝胆外科专家 为了给一个13岁的孩子 治疗包虫病 朱振宇给孩子的家人 立下了军令状 北京来的专家 保证孩子会健康地回来 患者塔美的外公 吃了一颗定心丸 终于同意孩子进行手术 让他自己报个车吧 我们把路费给他 然后多的钱 让他给孩子买奶奶 塔美妈妈陪儿子去线上做手术 把另一个吃奶的孩子留在家里 朱振宇不仅帮他们出了200元路费 还特意留下300块奶粉钱 这孩子呢 就上次我们第一次摄下 就发现这个一个囊性的包虫病 这是塔美包虫病手术之前 最后一次多科室会诊 朱振宇利用每一次机会 向丁青县医院的外科主任 四郎巴宗传授经验 上午10点半 塔美的手术准时开始 手术由朱振宇主刀 四郎巴宗担任第一助手 中午12点30分手术结束 手术后第六天 塔美的身体已经恢复 她的包虫病得到根治 朱振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我就觉得这个御农塔美呢 它其实也是我们藏区 平衡家庭的一个缩影 我们帮助它 其实就是温暖了一个家庭 帮助一个家庭 剥下的一粒种子 就是托起一个希望 扶贫其实就在扶心 继续我们的扶贫助农 一路同行系列报道 贵州前东南从江县 雍里乡大唐村的村民 世代居住在大山深处 看病难是横在当地脱贫路上的一道坎 以前去县城里看一次病 村民们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 翻山越岭 直到二十年前 李春燕来到了这儿 她用瘦弱的肩膀 扛去了十里八乡的健康 她被称为照亮苗乡的月亮 她这个城根本都没有医生 一个梦想 就是我去那里开一个小小的诊所 一毕业我就跟着我爱人 我就到大藤城来了 你看才三块多钱 减免了十三块多 所以现在有幸农活 这些老百姓他们那个很方便的 又不发多少钱 一年下来一个人也就交二百二十块 可以保你这一年 04年的时候 十个人有八个人是签账的 那时候去医院又没有农活报销 又钱不是自费 村里面的老百姓他看病 每年签下来都有一两万块钱 农村医保网建立前 李春燕为了维持村里唯一的卫生室 先后卖掉了家里三头羹牛 还卖掉了祖传的苗族银室 我家老孟给我买的耳环 我也悄悄地拿到县城的卖了 他骂我一句话让我记得 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得 他就说下一次的时候就轮到卖我了 2018年贵州全省投入1.08亿元 为2732个贫困村建立了规范化卫生室 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 衔接互补 药品由镇医院统一采购 问诊 开药 报销 村民享受着一站式医疗服务 李春艳的小诊所升级为专业医务室 乡亲们看病员和李春艳禁药男的问题 都得到了解决 吴飞巴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入院时无需缴纳住院押金 出院时自己只需承担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 一张制度保障网护住了钱袋子 吴飞巴踏实地躺在病床上 安心接受治疗 在大唐村 一个像李春艳这样的全科医生 让全村都吃下了定心丸 现在健康服品 医疗保障服品等政策措施 步步到位 让重病有兜底 慢病不担心 也让她的坚守不再艰难 感谢观看